TOK7X4核是库民化的TOK7X以后推出了一款全新的产品 这款产品现在TOK7X当然在京东已经热卖了数万台了 应该现在快到十万台了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TOK7X4核这款全新的产品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体验 我们打开包装盒 可以看到TOK7X4核这款产品的话 是一个主机 然后下面是USB线 还包括配件盒 配件盒里面拥有的是 我们来看一下VIP卡 以及说明书保修卡等 我们来看一下主机 TOK7X4核跟TOK7X是一样的外观图片 那我们看一下这是它的正面的听筒部分 有不错刚刚网 而下面也有前置摄像头和光线感应器等 而下方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音量键 还有就是 它的边缘做得非常薄 而耳机插孔和USB插孔在上端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双卡双代的一款四核的平板电脑 是采用到8382的主控核心 这里是双卡双代 这里可以插入的是联通的小卡和GSM的大卡 还有扩展 全新采用的是ACOB标志 大家可以看到ACOB标志 TOK7X4核 好 我们来等一下看一下它的那个产品 TOK7X4核最大的特点是屏幕正上面是一个7英寸的IPS屏 来自三星的PS工艺 它是全视角的 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清晰 亮丽 好 接着TOK7X4核 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我们可以看到 就它的主控核心是4核的 8382这颗主控的话 跑分大概16000多分 比现在红米的那个跑分都还稍微高一些 那么这款产品的话 内置了大量的应用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进入 进入那个图片 观看图片 图库 全新的UI可以看到 效果非常不错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款屏幕 这款屏幕的表现是非常漂亮的 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当然它有大量的内置应用 可以使用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当然打电话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功能 TOK7X4核 当然跟以前的TOK7X是一样的 就有3G 导航 FM 南亚等各种功能 那么可以 可以无线定位 或者使用微信等语音 或地图的功能 包括3G的话是双卡双待 那么 四核的 平均速度是 四核1.3G 28nm的制程 那么节电性能非常好 好 我们先